台东县议会第十八届议员4月16号上午由议长饶庆林带领在县政府明镇建设官吕处长陪同下 进行第二次临时会下厢考察第二天的行程 第一站前往东河了解乡道东23拓宽计划及经费争取情形和马五溪互案及周边设施改善工程 建设处表示东23线全长13.7公里目前路宽4到5米单线通车 计划拓宽为8米双车道0K加500到2K加200之间 配合103到105年的生活圈计划提报争取经费目前尚未核定 而后续的9K到13.5K希望争取华东基金105到108年的预算 另外县政府103年投入2000多万修建马五溪互案并改善周边的设施 离开东23线一行人前往东莞处了解东海岸观光旅游环境 也参观该处在部落旅游方面的推动成果 最后前往城公镇考察新港与港环境整治工程 以及新港溪互案步道工程的进度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东23线就最主要是连接太原里面跟外面 就是东湖里面跟外面的一个连接道路 很多的农产品要从太原里面要运到外面 虽然说居民不是很多 但是更因为居民不是很多 我们更需要去注意他们的连外道路的安全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了新港渔港 其实新港渔港是台东一个非常特殊的渔港 第一它比较不会淤积 但是相对来说淤积的情况也非常的严重 那对渔民来说其实新港渔港是他们最重要的维生工具 那么现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状况是渔港的淤沙的清的不是很好 所以让渔民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出海捕鱼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状况 希望能够尽速 县府尽速跟中央来做合作 让我们的渔民们出海捕鱼的时候 不要担心它的渔船出不去 实地考察请听民意 有意议员们问证准备 临时会中 议员也提动议前往地岛考察 这届议会5月中旬将会召开定期会 有多位新科议员背负民意上阵 十分值得关注 刘热文黄青海采访摄影